如果不是作教委 應該叫一性 或我們去政府交代 向個別議員交代郵須 或是想不想避免我們拿特權權力調查 那這樣是不合檔的 應該怎會沒有記錯的話 不隨便作公開聲明 可能基於法律意見 怕說了甚麼聲明會影響將來如果有訴訟的結果 可能是法律意見叫他這樣做 但我希望政府盡快委出調查委員會 希望所有認知這些工程內幕的人士 將資料交給法定的調查委員會 讓政府查到水落石出 不要經常說有甚麼前線的消息 因為是真是藝我們不能夠知道 這些需要專家判斷 希望政府盡快成立法定委員會的調查 也希望禮頓也好 中科也好 將他手上的資料交給政府的法定調查委員會 早幾天 我們結制派不排除 將來可能都會支持立法會拿特權權力查 但是現階段就是不適合 也都不贊成把這個權力交給 立法會一個事務委員會核下的小組 我想各位都知道了 過往立法會又去拿特權與權力去查 重大事故都是成立一個專責小組的 就算雷曼都是獨特在內務委員會以下成立一個小組 不是交給一個委員會屬下的小組 所以這個程序我認為是不恰當的 我會反對因為這個程序不恰當 時機也是不成熟的 記者 y 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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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你們的前行家 進了何安達的顧問公司 have you got an mlmutor? 我不 yoko tillsui Normally línea頓不umbles 應公開交代 或者向政府即將成立法定調查委員會交代 而不是去約見個別議員 閨門解釋 目標是犯了我們 不要支持特權與權利的調查 但将来會不排除 我會支持 但是現階段應該首要向政府成立的調查委員會交代清楚 多謝各位